今年是农曆骇年属猪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骇字 你比较一下这个骇字 跟我们上一集讲过的 表现猪的这个齿字 是不是很相似呢 所以有一个理论就是 其实这两个是同一个字 骇和齿是同一个字 骇是像也 如果我们看看甲骨纹的骇字 真的有点像猪的 这个是头 这个是脚 这个是尾巴 所以这个讲法也是道理 其实骇就是猪 不过后来因为借了这个骇字 用来做了天干地支 最后一个地支 骇 于是没有再表示猪 但有另一个理论 其实不是 这个不是个齿字来的 骇还骇齿 这个骇是怎样呢 其实呢 这个 是个小鲁哥来的 这个小鲁哥的头会大一点 所以做字的时候 上面加多这一滑重一点 好了 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这个是 表示指着他的喉咙 指着小鲁哥的喉咙 小鲁哥还未会说话 就最后发出喉咙咙咙 在喉咙咙咙咙的口吻咙咙咙声 那就是这个字 所以 这个理论就是说 其实今天我们所讲的 联名的 我们看到口在前面,就是原来的解释,就是咳 还有,不仅是咳字,原来也是小孩的鞋字 因为这个是小弟哥,他本身就是小弟哥 又因为借了一个鞋字去做地支,加多一个指指边 就用这个字表示,现在我们讲小孩子的鞋,是否可信呢? 听上来就有兴趣了,说文解字有另外一个说法 全部都不对,也不是这个齿字,不是猪的意思 也不是这个咳嗽的咳,是什么呢? 如果说解释孩子的鞋,就有些道理,为什么呢? 他说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二字来的 二字底下呢,是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呢?全文解字话 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怀孕的时候的肚子 那就是有个BB在这里 那这个是一个,表示怀孕的一个形象 所以呢,这个怀孕就是孩子的鞋 是弟兄哥的矮 那但是,全部都是一个讲字了 现在来说呢,这个字 就是用来做了天干地支 除了那之外,也很少会有其他用法 那就是,今年几怀年的怀孕 那有些人说,你害事而出世的 那就是用一个鞋的音 就是说你都害得人多了 那就是说你害事而出世 那就是,跟真正这个害者是无关的 那就是,这个近代的老十字 有 palabra真正,你害死了 那就是老十字毛